Hello,大家好,我是花坚讲,是同学们点的一道题,301题,remove invalid parentheses,就是移除不合法的括号 那这道题目呢,HUD,那它其实是是一道搜索题目,我们会用DFS来做这道题目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题目描述 题目描述说,给你一个就input string,它是由括号,还有一些其他字符组成 然后让你去移除最少的不合法的括号 使得剩下的部分的string是合法的 它合法定义就是说,这些括号,就是左括号和右括号都相互匹配 没有这种unbalanced的落单的这样的括号 那么让你输出所有的,删除这些不合法的括号之后,所有合法的这个题,然后必须是unique的 然后它给你一些样例,然后这个样例的话是这样一个input,然后你会发现这边多了一个用户号 这个input的多了一个用户号,但是我们有两种方法去移除这个用户号 一种是移除这个用户号,一个移除之第二个字符,这个用户号 那它会给你是这个第二个解,然后的话另外一种是移除这个用户号,它会给你是第一个解 就是说,我们要知道怎么去,我们最少需要移除几个括号 然后的话,把这个移除这么多个括号之后的所有的可能的合法的解都打印出来 那么这个除了括号之后呢,它还会给你,就是说它的字符刷里面可以有任何字符 就稍微增加一点题目难度,其实对我们这个解法来说,其实并没有太大影响 它里面可以括号,括号之间可以加达任何字符都没有关系 还有的话像这种情况,就是说右括号开头,左括号结尾 那这种情况下的话,它们两个都是invalid的,你至少要移除两个 但移除两个之后的话,它没有解,没有解的话,就是反过一个空的一个集合就可以了 解应该是说是空字符串吧,它那个解应该是一个,就是空字符串 最后你还要反过这个空字符串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讲义,那这要提到,其实我们要分成三部分 第一部分的话,我们要就是检查一下,一个这个input是不是valid 这如果做过类似的题目,做过这种prances的括号题目的话 我们怎么去判断这笔个括号,嵌套的括号,这样一个字符刷是不是合法 那么我们可以使用这个stack,然后其实我们可以使用一个,其实就使用一个变量就行了 来统计当前的左括号和右括号的数量,是不是平衡 那么我们从左往右扫描,在任意一个时刻,除了最后一个括号之外 那么我的右括号数量一定是小于零左括号的 如果右括号的数量大于左括号,说明我左边有部分的,左边至少有一个右括号没有办法匹配 没有办法匹配的话,这个整个stack是invalid的 就对于任何前缀,右括号的数量一定是小于等于这个左括号数量 然后的话,对于整个串来说,右括号的数量等于左括号数量 那就是这根据这两个条件,我们就可以判断 这样一个input string是不是valid的,这个时间法的话是on 那么第二部分的话,我们要去看一下怎么给你一个这样一个invalid的这样一个input 我们最少需要remove多少个这个左括号和右括号 才能使得它变成valid的 那其实就是我们要看一下有多少个unbalanced的右括号 然后的话,然后还有剩下的话有多少个unbalanced的左括号 那么我们就从左还是从左往右扫 一旦发现我右括号的数量比左括号多了 那么这个右括号一定就是unbalanced的 我们就把它这个数量记下来 那么剩下的话,我们就看一下还有多少个左括号 就是最后左括号的数量比右括号数量多多少 这边的话,左括号两个右括号有一个 那么左括号就是一个落单左括号 你可以删除这个也可以删除第二个都是可以的 我们之后会讲怎么去删除其中一个来 然后不要去造成delocation 像这样,像最后这个例子的话就是说 从左往右鼠 这个右括号本身就没有办法匹配任何一个左括号 说它已经是落单了 我们这边就要把它记上来 然后这个已经是必须要移除的 然后再往左 然后的话,我们发现最后的话 走完了就有一个左括号落单 所以说对于这个input的话 我们要删除一个左括号一个右括号 我们用L等于L2来表示要删除的左括号 和右括号的数量 那么这个来计算L和R的话也是欧文时间 就是从左扫磨 从左到右扫磨这样一个字不串 我看有多少个落单的右括号 然后是看看左括号比右括号多多少个 然后就是我们就分别 我们要分别移除L一个左括号和移除2个右括号 才能使得我们这个input变成valid 那第三部分的话就是说去搜索了 那我们要尝试所有的可能性 要先移除2个右括号 然后再移除L个左括号 为什么我们要先移除右括号呢 就是说我们希望 如果你不移除这么多个右括号的话 它的前缀就是非法的 比如说这边这个前缀需要移除一个右括号 如果你这个右括号不移除 你这个string是不可能 永远不可能合法的 所以说我们先把右括号的先移除掉 然后使得它前缀合法 那么我们再去想办法移除左括号 这部分的话就是一个简直 我们先要移除右括号再去移除左括号 否则你先移除左括号的话 这个右括号你不管怎么样 它一定是非法的 你最后就算找到了 就是把它全部移除完 你最后要检查这个string是不是合法 它一定是不合法 所以说我们先一定要把所有的右括号 全部先移除掉 然后再开始移除左括号 那么我们要第一个这样一个地规函数 dfs 然后的话是s是当前一个字不串 然后l和r就说我还要多少个 我还要移除多少个l和r 移除多少个左括号 移除多少个右括号 当我剩下的数量 没有需要移除左括号 右括号的时候 并且我剩下的string是合法的 那么我们就把string加到s里面去 框架是这样子 然后我们再具体讲怎么去怎么去递规 那么这个过程中呢 其实它如果说我们会有种情况会出现重复的解 比如说我们这样一个input 两个左括号和一个右括号 那么如果删除第一个左括号 我可以达到这个答案 左括号右括号 如果删除第二个的话也是同样的答案 那么如果说我们不去区分他们的话 那最后我们答案就可能重复的 那你可能是需要使用一个hash table 来存储所有的unique的解 然后再把它返回转化成那个vector 其实我们可以避免这样重复的计算 就是说当有连续的左括号和连续右括号的时候 我们只移除第一个 因为我移除任何一个效果都是一样的 我们确保说我们移除的是第一个的话 那么我们就可以去避免重复的解 出现重复的解 如果移除第一个有解的话 那移除第二个一定是有解 而且解和第一 移除第一个解是一模一样 所以说如果它有很长一串 左括号或者很长一串 如果我们要移除其中一个的话 我们就移除第一个 但保证我们解是唯一的 就不用再去用hash table 来记录出现过的解了 所以说这是重复的地方 那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怎么这个DFS过程 其实就是从上一次删除的位置开始 往右找找到第一个右括号入 找到第一个括号的位置 然后我看一下我还要删除多少个左括号 删除多少个右括号 然后我就每次删除一个括号 比如说我们比这个作为例子 这个左括号A右括号这样一个例子 那么我们通过第二步我们计算得出 它我们需要移除一个右括号 使得这个这个input变合法 那么我们就从左开始上右扫描 从左往右扫描 找到找到 当我找到一个右括号的时候 我们就把这个右括号删除 然后进行递规 所以说我们开始扫描 扫描到这个右括号 是我们第一个出现的右括号 然后我们把它删掉 删掉之后我们递规 递规的话就是说左括号数量是0 右括号数量是1-1变成0了 就是说我们不需要再删除括号了 那么我们就就是达到这样一个表达式 A 左括号A 然后左括号右括号 右括号 左括号右括号 这个时候L和R等于0 这个时候就到了我们的低规重条件 就L2等于0和R等于0 然后我们去检查一下 剩下的这个字符算是不是合法 然后我们通过第一个方法 我们检查一下 它是合法的 所以说它就是我们解的一部分 那么我们再从上一次回到这边的话 我们就退站退到上一层 然后我们从上一个位置开始继续往右走 上次之前的话我们是在这个位置 删除了一个右括号 然后我们继续往右走 走到这个位置 然后这边其实是有两个有两个连续的 右括号 我们删除 我们只要选中其中第一个 删除第一个右括号 然后的话我们就再进行地规 地规的话 我们删除第一个 这边的话应该是删除第一个右括号 其实都一样删除一个右括号之后的话 我们发现这个右括号数量等于零了 那么然后的话 我们就是到了中条件 我们再检查一下这个剩下的解 这个解是不是合法 这个input是不是合法 如果合法的话 它是合法的 然后就是我们答案一部分 然后的话我们就再退站 再退站 其实我们应该是站成这个 这边应该是第一个右括号 然后的话我们再往右走 然后发现最后一个右括号 也是一个右括号 最后一个字符也是一个右括号 然后把它删除 删除的话 最后我们也达到的第一规定条件 左右都等于零 然后我们去检查一下 这个input是不是合法 然后我们发现这input的不合法 不合法的话 就是我们就不把来家的打里面去 然后我们再退站 我们这样的话我们就整个stringlow 扫描完了 那么我们就结束了 最后的话我们找到两个解 找到两个解 然后我们看一下 这个就是一个地规的过程 然后就是从当前 从上一个删除字符开始往右扫描 扫描到那个第一个括号的字符 然后我们看一下是不是有剩余的括号要删除 如果有的话我们就把它删除 然后第一规调用 第一规调用 抽结子问题就可以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稍微复杂一点的这个一个一个一个式子 是右括号 左括号 右括号 右括号 左括号 然后这个 这个input的话是invalid的 然后我们需要删除 最后我们会发现valid的话就像一个一个括号对 所以说我们要删除两个右括号删除一个左括号 所以说的话我们的l等于1 202012 这是我们的一个地规的出入式条件 那么根据我们之前讲的 我们先要删除右括号才能使得我们的前面前缀合法 所以说我从左开始扫描 扫描第一个括号 然后并且是 然后我发现我右括号大于0 所以说我把第一个右括号先删掉 那么我们在地规求解 左括号等于1 右括号等于1 那同样的话我们再从上一个位置开始找到第一个 再找到第一个右括号把它删掉 那么GP第一位求解 左括号等于1 右括号等于0 然后再从这个位置开始往右扫描 扫到第一个左括号 然后以后发现是最后一个字符 然后把这个左括号删掉 然后再第一位求解 这样一个剩下的部分 最后的话 左括号等于0 右括号等于0 然后我们检查一下剩下的部分 只有一个括号对是合法的 那么我们就退战 退战 退战 因为其他都没有解了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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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派 那这是一个合法的解 另外的话就是说退战推到这边 然后 除了第一个删除第一个右括号之外 我们还有另外一种选择 就是删除这个右括号 同样把这个右括号删掉 然后第一归求解 那么 在第一归求解的过程中 这个这个连续的连续的这个 我们是可以删除连续的这样一个括号 其实这边已经删掉了 你是你前一个字符已经是左括号 所以说我们我们这个右括号也可以删掉 然后的话我们再进行第一归求解 然后的话删除最后一个左括号 剩下的字符的话是右括号左括号 那这样这样的话是不是不是valid的 那我们就不是解 我们这个就就跳过了 跳过之后的话 我们再回到上一层 这边的话我们有连续的两个右括号 之前说过了 那么删除第二个右括号的结果 应该和第一个右括号结果是一样的 因为 然后他并没有解除说也无所谓了 所以说我们只要删除 选中这个pass 走就可以了删除第一个右括号 连续的有连续右括号的话 我们删除第一个 这个部分就不需要再做了 这是一个重复的 如果有解 如果有解的话 会重复的部分 那我们就不需要再做了 这部分就剪除剪掉了 其实虽然看起来挺复杂 但其实它的分支并不多 因为我们利用了两个特性 一个是说 先要删除右括号 再删除左括号 删除右括号时的前坠合法 然后再删除左括号 这样可以剪掉很多的字 另外的话 当我们用连续的 组括号或者连续的 连续的 用括号需要删除的时候 我们删除第一个 在同一层 在第一柜同一层第一柜的时候 我们删除第一个 这样的话我们就没有重复的解 然后我们也不用去用 hash table 来存储这个解 直接把解全放到数字里就可以了 那这个实验法度的话 实验法度的话 实验法度的话 其实是 我们从这个地归的深度来说 地归 因为我们这个每次地归L和R 其中我们L或-1 L或-1 L或-1 或者R或-1 最中我们的地归深度的话 是最多的是L加R 一个地归深度 然后的话 每次我们可以选择3 或者不删 或者不删 其实这边的话 应该是 有一个PortionalMail项 就是说我要从 从这么多个左括号中取出 取出L个来删掉 从这么多个右括号中取出 这个系列删掉 它应该也是这样一个 应该还是这个2的 2的L加R次方 应该是这样一个数量级上面 那L加R的话 最多的话 是和这个自负穿长度有关系 应该说说和它的括号数量有关系 如果它里面有很多个A的话 其实是没有对你的 这个时间法座是没有影响 然后空间法座的话 其实应该是这个 应该和这个自负穿的长度的平方有关系 因为我们地归深度是N 然后每一个地归的里面的话 它要存储一份拷贝 所以说它的空间法度是它的深度 乘上它的那个自负穿长度 其实就是N平方 那其实空间法度还是比较小的 时间法度的话 看上去还挺大的 但是它题目其实其实题目数据过不大 所以说的话这个解释 而且我们已经进行的简直了 所以说还是非常快的 运行时间其实就三毫秒 好 稍微有些复杂 我们还是来看代码之后 再来仔细讲解一下 它代码不能高亮 我们就从这边开始看 它给你的接口就是一个Stream 然后让你返回的是一个Vector 那么我们第一这边的话 其实是第二步 第二步我们统计一下 最少需要删除多少个左括号 和最少要删除多少个右括号 用L和R表示 那么当它是左括号的时候的话 我们就把L加加 就是说 假设它没有匹配 然后的话 如果我们遇到一个右括号 如果这个时候左括号数量是0的话 表示这个右括号是落单的 落单的话 我们就是认为它是必须要删除的 它是非法前缀 如果说它前面已经有左括号 那这个右括号可以和左括号匹配 那么我就不用加加了 然后我们把左括号数量减一 就表明有一个左括号已经 已经和右括号匹配了 最后做完这个循环之后 就剩下的L和R的话 就是说我要删除的 有多少个落单的 有多少个就是说 就是前缀右括号前缀 然后有多少个左括号是后缀 落单的 那么这就是我们需要 这个地规的深度就是L加R 之后的话我们就定义这样一个 Answer数组 然后我们就进地规调用了 那这个地规函数的话 就是说这个input是Stream 因为它最后要你输入答案 我们并不能直接把这个 从上一个字符开始记录 我们还在记录这个完整的Stream 所以说我们要有一个 一个index来表示我上一次上一个 删除的这个括号是哪个位置 我要从它后面开始找 前面的话就是已经说明已经搜索过了 我从它后面开始找 那L和R的话表示说 我有多少个左括号 好像有多少个右括号需要去删除的 然后我们把答案数字传进去 根据讲语明讲的 当它这个L等于0和R等于0的时候 表示说我已经不需要删除任何字符了 不需要删除任何括号了 然后我再 但是我还是要检查一下这个Stream是不是合法 我们就这样一个isvalid 其实这个还是比较简单 然后的话我们的话再看 就是说如果它合法的话 我们就把它加到这个数字里面去 答案数字里面去 这个isvalid的话 就是看一下根据我们前面讲的就是技术 当它是左括号的话 如果是右括号的话 抗减减 就是和它平衡 当抗的下是0的时候 表示说前缀 我前缀里面右括号数量比左括号多 那这种情况下 这个右括号一定是没法匹配了 那就是返回false 最后的话 他们两个数量应该平衡 所以抗的那一个0 我们就用一个抗的 就可以记录两个状态 就是说 也是说一个加一个减 然后你但小语0的话 表示右括号比左括号多了 前面右括号多了的话 就是一定是不合法的 那就是这个是isvalid函数 就是我们讲的讲义中的讲的第一步 就是检查下这个input是为合法 当它定位到中央条件的时候 我们检查下是如果合法的话 再到答案数字里去 然后直接return 之后的话我们就从上一次搜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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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然后的话我们我们就看一下这个当前这个字符是不是括号 如果是左括号或者是右括号的话我们才开始处理 如果是字符的话我们就跳过 然后的话我们这边需要把这个当前这个string拷贝份 4++的话它字符传入了是传的传是引用 然后的话我们下一次下一次地柜的时候我们要把这个当前这个字符删掉 所以说我们先要把这个字符传拷贝份 拷贝份的话我们会把这个字符传拷贝份 我们把当前这个括号位置这个位置删掉删除一个字符 就是把这个括号移除掉 移除掉的话我们进行要递规递规搜索 就是说如果说当二代大于零的时候说这个时候说 就是说如果我还有右括号需要删除的话 这边其实是有点问题 当我还是有右括号需要删除的时候 然后我们就地规搜索搜索搜索 这个删除掉一个括号之后的这个字符传 然后的话从这个还是从I这个位置 这个I位置因为已经删除过了 所以说他继续从这个位置开始搜索 然后左括号数量不变 右括号数量简易 然后是把X数据传进去 当他有右括号还是大于零的时候 我们就地规调用这个删除右括号 然后当他左括号大于零的时候 我们就否则的话才开始考虑左括号 然后地规调用这个组括号数量简易 这边其实是代码有些问题 我觉得 我觉得是因这边可能是有重复计算 但是的话由于我们这边有一个 也是最后帮你帮你兜底 他说说虽然是有重复计算 有不正确的计算 但是你最后检查查这个string是不是合法 如果不合法的话我们就不用管 这边的话我们其实要判断一下 这个SI是左括号还是右括号 当他只有是右括号的时候 我们才会才是去低规调用这个R-E 当他是左括号的时候 我们才就会低规调用这个L-E 但是没关系 就算你调用错了 你最后这个string是不合法的 如果说你认为是右括号 你认为是右括号少了一个 其实你把左括号删了 那当然没关系 最后的话你会发现它不合法 但如果严谨点的话 我们这边还是要判断一下 我只想一开始想把它叫做代码合并 修改了好几个版本 最后发现这边其实是有问题的 anyway这边就是根据 当他是括号的时候我们才可以删除 然后删除的话删除一个字符 然后我们再去递归求解 就是说我们要剩余删除的数量减少了1 如果根据根据是左括号 左括号右括号来判断这个 最后我们还要剩下删除多少个括号 那么搜索的话 他其实还是非常高效的 由于题目 其实他他没有给你数据规模 但是数据规模其实不大 所以说的话 就是说 就是不会超时 而且我们这边已经加了一个简直 不会出现重复的情况 另外的话 先删除右括号的话 也可以帮助你减掉很多不要的分支 因为先删除左括号的话 一定是不合法的 好的 那这要题目的话我们讲到这边 还是需要同学同学 自己去练习一下 如果喜欢我们节目的话 不要忘记观众频道 每周都会有新生产传 那么我们下期再见了 说 拜拜